不如让我和昭哥切磋一下 在师父面前比试比试 沐瑶 师父面前不得无礼 不要为难小师妹 师姐 你放心 我和昭哥会点到为止的 师父也是难得来 应该也想看看昭哥的实力 对吧 师父 也好 请赐教 小师妹 拳脚无眼 当心 赵哥 那咱们便开始吧 请 你的弹弓还是远程更具优势 要是被敌人禁了身 你该如何 不愧是师父的女儿 兵修灵法用的也是熟练自如 想来之前修行缓慢 是因为还未找到窍门所致 想法是好的 不过用兵刺围起来 不也困住了自己 够了 胜负一分 没想到小师妹如今进步神速 真是让师父欣慰 真是让师父欣慰 我还差得远呢 周到要多亏了小五 他替我解毒 还叫我用弹弓认穴位 还有小一个 不过就是师父的弃女 有什么好了不起的 慕瑶 注意你的言辞 我说的有错吗 她从小就修行不行 所以师父才厌弃了她 住嘴 身为碧落宫弟子 言行无状 如若再屡教不改 我便将你逐出碧落宫 慕瑶 师父见谅 慕瑶她不懂事 我去好好劝劝她